来着午后对流发展旺盛 中央气象局是针对了北部东北部南部以及南投地区 还有包括东部的中部山区发布了大雨特曝 而目前为止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在新北市细致 另外呢新北市的新电地区呢其实也出现了雨量 我们来这个连线记者刘哲军告诉我们最新状况 好只不过外头现在几乎呢是可以用暴雨来形容 而且还不时假扎的闪电 而且呢大雨是来的太突然 不少民众呢不是被凌晨落汤机就是躲在旗楼底下 希望雨快点停 但是呢受到午后对流的影响 大约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其实气象局就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曝 尤其是针对了北部东北部的地区 还有全台各地的山区都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曝的 那么以目前气象局最新的累积雨量来看的话 五指山也就是新北市的细止区 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116毫米 那么新电地区的累积雨量呢也有86.5毫米 雾来地区也是同样的状况 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消息是显示说 板桥地区也就是汉山东路和中山路交叉口的这个地方 同时也是板桥的市中心传出了水淹集气的状况 那么不少的地区呢也因为事件不佳 是呈现塞车的情形 所以提起驾驶人和民众出门的时候 得多加留意了 以下是为了想问的最新状况 直播 好 谢谢哲君 有关天气最新消息 也请您锁定中天新闻